呼啦呼啦 变 我怎么会在这里啊 现在我们要进行无法考试 好吧 那就开始吧 第一轮 变动物 哈哈 这还不简单 看我的 变 不错不错 能变出这么可爱的小猫 大猫好厉害 哦 怎么会是猫 我想变一只狗的 什么 你变错了 大猫猫 下一个 小贝 我要变一只凤凰出来 惊艳全潮 请开始你的表演 呼啦呼啦 变 这是怎么回事 小贝姐姐 你的凤凰是去烧煤了吗 才没有 下贝零贝 怎么会这样 小雪 你来变 好 我变 你做什么 看着像鲨鱼 但是有雕的翅膀 难道这是 沙雕 我不要变这个 呼啦呼啦 变 鲨鱼拿着叉子 这是什么意思 鲨鱼叉子 鲨鱼叉子 难道是 沙叉 小雪 你这变的都是什么 西娜 再给我一次机会 哼 最后一次 呼啦呼啦 变 小雪 你是在开玩笑吗 杀鱼西瓜 你是想说我杀瓜吗 不 不是的 小雪 扣一百分 不要了 你们第一轮都过不去 我宣布 你们的魔法考试失败了 不要啊西娜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好吧 谁让我心软呢 最后一次机会 火焰 第二轮的目标就是 这盆魔法花 你们要用自己最擅长的魔法 改变魔法花的状态 只要花变了就可以了 对吧 是的 我最厉害的 就是火焰魔法 只要我用火焰把花烧了 就能过关 我肯定是第一名 看我的 火焰魔法 火焰 小费停下 快停一下 我停 小费 你的火焰都放反了 第二轮也吃零份 这次我先来 我要用冰冻魔法 把花动成一个大冰块 肯定没问题 好 开始吧 冰冻魔法 小雪姐姐怎么把自己动住了 小费姐姐 你快用火焰 就小雪姐姐出来啊 好嘞 我这次一定不会输了 火焰魔法 小费你干什么 我对不起 解除魔法 怎么样 花动作了吗 我过关了吗 小雪 零份 为什么 这不公平 我不想说话了 你问小朋友们吧 大宝 解释下你了 你们看好吧 一定能够乖 我的植物生长魔法最厉害了 变花可是我的强项 我要让一朵花变成一盆花 这么简单 肯定没问题 看我的 我变 你们谁都不及格 怎么会这样 小宝宝 你们说 我们该怎么办 谢谢小朋友们提的建议 我们一定好好练习魔法 下次一定能通过魔法考试 我们下次再见 我给棉花糖加彩虹豆 我给棉花糖加草莓汁 我给棉花糖加红辣椒 小贝可以转身 小贝转身 可以品尝伙伴们给你制作的美味棉花糖了 是谁在棉花糖上放的辣椒 我最不能吃辣了 冬天太冷了 我让你这个辣椒暖和一下 大宝你真可恶 不过这个辣椒棉花糖还不一定是我吃 彩虹妈妈 我要抽取卡片 没问题 你选哪张卡片 我选222 小贝选到了指定卡 可以指定一个人吃下这个棉花糖 什么 还可以这样 我必须了 大宝 这个辣椒棉花糖就由你来吃吧 我吃 好了 好了 太宝 你真是猪 下一个 小雪吃棉花糖 我给棉花糖上加小雪最爱吃的辣条 我给棉花糖上加上巧克力豆 我给棉花糖上加上青苹果汁 我加的才不是什么苹果汁呢 其实是苦瓜汁 你们可不许发送666告诉小雪 而且 指定卡已经被小贝冲走了 这次绝对不可能还是我吃 小雪可以转身了 大宝 小朋友们都告诉我了 你给我等着吧 彩虹妈妈 我也要抽卡 你要抽几号卡呢 我选一一 小雪抽到了转盘卡 我转 是大宝 小雪转到了大宝 那这个棉花糖就给大宝吃吧 不会吧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好苦啊 大宝 你这是活该 让你老是想捉弄别人 现在都被自己吃了吧 哼算我倒霉 下一个 熊妹吃 我给棉花糖上加冰淇淋 我给棉花糖上加鸡腿 我再也不会抓到大宝了 我给棉花糖上加熊妹最喜欢的雪碧 我怎么这么不相信 大宝会给我放雪碧呢 哎哟 真的是雪碧 我没有骗你 哈哈 看上去是雪碧 其实是超酸的柠檬汁 反正只剩下一张卡片了 这次总不能还选中我吧 我才不相信你呢 彩虹妈妈 我要选三号卡片 没问题 三号是小朋友卡 啊 小朋友卡是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 由小朋友们决定 这个棉花糖 谁来吃 好吧 那小朋友们 你们想要谁吃这个棉花糖呢 如果想要小辈吃 就发送一一一 如果想要小雪吃 就发送二二 想要大宝吃 就发送三三三吧 我最怕吃酸的东西了 小朋友们 你们可千万不要发送三三三啊 拜托了 小辈妈妈 你们怎么变成马赛克了 因为我不想看见你 小辈 大宝 小妹 我不想看见你 小天 你怎么跟明春这样 你也不想看见我吗 没错 你总是找我帮忙 我都快烦死了 现在我变成了马赛克 以后再也不用帮你了 哈哈哈哈 怎么会这样 我今天太过分 我今天就离开 以后再也不回来了 哈哈 小雪 小雪你回来 我们没有讨厌你 不行 小雪必须离开 必须离开 大家都不要我了 可怜的小雪啊 你掉的是这滴金眼泪 还是这滴银眼泪呀 可怜爷爷 你怎么没有变成马赛克 因为我是河神呀 河神可是有很厉害的宣法的 那你帮帮我吧 探望我哥的大权 都变成了马赛克 害怕我砍出来了 他们只是一时被迷惑了 小雪 你只要坚持本心 诚信待人 他们会变回来的 坚持本心 诚信待人 可怜爷爷 谢谢你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你怎么又回来了 快离开童话王国 小白 我知道你不是这样想的 放心吧 我会让你变回来的 只是答应借给你的笔记 你来看吧 这样就不用那些下注的考试了 小雪 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一加一等于十一 我答应是 一加二等于十二 我答应是 太好了 我们的答案一样 肯定是满费 小美大宝 你们做错了 你胡说 快离开童话王国 我没胡说 你们看 一包拉条 再加一包拉条 一共有几包 一 二 是两包 我知道了 一加一等于二 小雪 你真厉害 我们接着看 一条公主群 再加两条公主群 一共有几条 一条 两条 三条 一共三条 现在你们会错了吧 小雪姐姐 谢谢你 太好了 小雪姐姐了 熊卖 你怎么能叫小雪姐姐呢 你忘了吗 我们要把她赶出头 花王国 对不起 我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看来这样真的有用 我要继续加油 小雪 狗王 跟我走吧 小雪 快放开我爸爸 小雪 你怎么没被马赛克感染 原来是你 快把她叫变回来 想得没 现在的狗狗王国 已经没救了 我要把你们都抓起来 眼泪魔法 啊 你怎么这么厉害 我溜 爸爸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不对 你怎么还没离开 爸爸 你真他们讨厌我吗 没错 快走吧 小雪 别走 爸爸爱你 不 我讨厌你 可恶的马赛克 快离开 爸爸 你怎么了 清明之力 太好了 我终于恢复了 小精灵 谢谢你 不客气 这都是小雪的功劳 是她的珍藏唤醒了我 现在 大家也都恢复了 小雪 你真棒 爸爸谢谢你 不用谢 这是我应该做的 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这个故事吗 我们下次再见 现在开始公布成绩 这次我肯定是第一名 不断 小雪 已经才是第一名 我就留给你们吧 我全不是最后一名就好 安静 为了减轻同学们的压力 学校规定 这次按照ABCD来划分成绩 太高了 这样回家就不怕被老爹批评了 先别高兴太早 快要周末了 这次周末作业 就按照考试成绩来布置 小雪 语文数学都谁 周末 没有作业 好的老师 竟然没作业 小雪也太幸运了吧 不是的 小雪今天每天都认真学习 这是他应得的 周末说的没错 你们要是像小雪一样 努力学习 肯定也会起得好成绩的 下面是小辈的成绩 我这么聪明 成绩肯定和小雪一样好 小辈 语文A 数学B 呵呵 又败给小雪了 小辈的成绩这么好 真还不高兴 唉 我要是有这么好的成绩 肯定可开心了 小辈 你的数学成绩下降了 记得继续加油 还有 你的周末作业是两页练习册 知道了老师 下次我肯定要考两个A 下面是熊妹的 语文B 数学A 你和小辈的成绩正好相反 下去记得互相学习 周末作业也是两页练习册 好好了 我竟然有一个A 熊妹竟然也考得这么好 难道 这次的题目很简单吗 那我肯定也考得很好 呵呵 这一下 就不用担心被妈妈批评了 接下来公布黑暗魔王的成绩 终于到我了 好紧张呀 不要低 黑暗魔王 你对自己的要求也太低了吧 是啊 这样怎么能进步呢 你们不懂 去年我考了最后一名 今年只要超过去年的成绩 老爹就不会评评我了 黑暗魔王 语文B 数学C 耶 大考了 嘿嘿嘿 我竟然能隔壁 老爹知道了 肯定会好好奖励我的 高兴什么呢 你数学还是C呢 记得回家好好学习 你的周末作业是 午夜练习册 什么 好吧 大家的成绩都公布了 现在轮到我了吧 没错 因为你的成绩太特殊了 所以我专门留到最后一个公布 难道 给我考的太好了吗 老师要表扬我了吗 嘿嘿嘿 我可真厉害 老师啊 我准备好了 快公布成绩吧 大宝 语文C 数学O 老师 O是什么 成绩不是只有ABCD吗 怎么还有O呢 不会是负数吧 大宝 没想到你不仅没得分 还被扣分了 真是太可笑了 你胡说 咱不是这样 老师 你快告诉我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正常情况是没有O的 但是你的成绩太差了 D已经不能表示你的分数了 所以我就给你打了O 那我到底考了多少分呀 大宝 J还考不出来吗 O就是0 0就是O 所以你考了0分 没错 就是这样 什么 我明明认真写了 怎么会是0分呢 因为你太粗心了 把第一题的答案写到了第二题 又把第二题的答案写到了第三题 而且还没写名字 本来能考70分的 现在只有0分了 怎么会这样 我也太倒霉了吧 小朋友们 我们考试的时候 可不要像大宝这样粗心哦 我们下次再见 我肯定比你强 小雪姐姐小贝姐姐 你们别吵架啊 我去 我去 我真要去 我就要去 小雪小贝姐姐 你们别吵了 大宝你说 我们谁去比较好 肯定是我比你好 是吧大宝 我也不知道 就是去给国王送礼物 谁去都可以吧 那是我爸爸 当然是我去 你都说了那是你爸爸了 你去不合适 怎么不合适了 你就是不喜欢我比你强 气死我了 你去就你去 我去学习 我真就去 小雪小贝姐姐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变成这样了 其实是因为我 小雪和小贝一起帮助了我 我却只夸了小雪 没有夸小贝 都怪我 什么 原来是这样 大宝60分 大狗了 我低格了 小贝100分 看到没小雪 我比你强多了 我可是100分 难道你还能超过100分吗 哼 怎么不可能 小雪1000分 什么 满分不是100分吗 小雪怎么会考1000分 因为小雪这学期的表现非常好 所以我决定给小雪加附加分 你们都欺负我 我真没有欺负你 小雪小贝 你们不要再这个样子了 都是我的错 哼 怎么办小精灵 咱们现在完全不听我们说话 看我的 精灵之力 小雪小贝姐姐去哪了 用这个看 哇 真的看到了 小雪姐姐和小贝姐姐 怎么到翘翘板上去了 这样是为了让他们和好 只要他们和好了 才能从上面下来 不和好就下不来 是不是太难了 哼 我真聪明 这是哪 这是翘翘板 你们会没有看出来吧 那这次是我赢了 你要是能想出下去的办法 你就比我厉害 这还不简单 中间有梯子 走梯子不就行了 我走 小贝姐姐 你停下 我要掉下去了 怎么会这样 我这就回去 看来这样是不行了 小雪 我们要想个别的办法 小贝姐姐 那你不跟我比了吗 当然要比 我要和你比场景 比做的好事 但是 我对小雪从来没有意见的 我是为了自己能更好 小贝姐姐 你真好 我们很好吧 好 那我们一起慢慢往中间走 这样翘翘板就不会动了 好 小雪小贝姐姐又消失了 我们回来了 你笑我一跳 小雪小贝姐姐 你们和好了吗 我们就没有不好怪 就是 哎哟 我怎么听不明白呢 女孩的心思 你别猜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小朋友们 我们下次见 我家族 我跟你快乐 旅行 的